大家好,今天我會用一個比較特別的角度去比較不同賽事幾支球隊的表現 包括用阿仙奴對石飛聯作為點題 再對比曼聯的近況以及巴塞的西巴牙國家打比表現去作出一個結論 講起曼聯,大家記得今晚11點有專屬直播 拿到正選陣容再預測這場曼士打比大戰,記得加入會員去參與 會員的專屬獨家預測這場球都做了 大家可以加入Patreon或者Youtube的會員聽完 而每個星期都有很多賽事文字預測 包括也估中了這場西巴牙國家打比,黃馬一球上落的距離直接贏到巴塞 以及這場阿仙奴贏了石飛聯超過一球,我估計最多是贏到3比1,結果是贏5比0 現在我們先點題去講講阿仙奴 這個星期阿仙奴打歐聯是很專注的 用對車路士的正選陣容沒有輪換去贏了西維爾 之後回到英超有計劃大幅度輪換5個輪換主場對石飛聯都贏5球 要留意的就是曼聯曾經最近對過石飛聯也只贏1比2 當然曼聯那場是他們作客 雙兵也比較多 曼聯不是可以用正選陣容去對石飛聯 但曼聯那邊當時的賽事最關鍵那些 曼聯、賀倫、拉斯福特全部都在踢中 但是都只能夠僅僅贏1比2 相反,阿仙奴今天是沒有奧迪加特 沒有狀態極勇的耶穌 但是表現就好得多 石飛聯也不是亂壓迫給紐卡蘇大炒 跟曼聯一樣,今天對阿仙奴都是用收縮的方法去防守 所以很清楚就看到的分別 就是曼聯和阿仙奴的球員作戰的精神面貌很不同 曼聯用權宜之計欠缺組織的細節 大腳踢上去的方法是粗糙 球員的表現就是欠缺自信心 甚及作出不太合理的決定 走位也都三心兩意不確定 詳情可以聽之前石飛聯對曼聯的賽後評 以及看我Patreon裡面的精裝版微觀星話同步節目 我會用剪接的比賽畫面去表達出來 但是阿仙奴對著同一支的石飛聯 就可以贏得比曼聯多很多 沒錯,阿仙奴今天是 阿仙奴今天的入球方式 和當日曼聯的方法差不多 都是用高波打開紀錄 當中是有軟射 阿仙奴入多一點的原因 某程度上是因為有三個死球 包括兩個角球,12碼 但是阿仙奴的球員精神面貌就很不同 阿仙奴踢起來你會見到充滿自信 而不是曼聯那種欠缺自信 而阿仙奴踢起來也是不方不望 而不是曼聯那種心急 阿仙奴踢起來是很合理 而不是曼聯那種不合理 阿仙奴都說了 曼聯用大腳踢過半場的權移之計方法 命中率低,效率不高 心態永遠會覺得 不知道這次行不行 勃勃勃,見步行步 未必會有既定的步驟 很多時候看起來都是以當時情況而定 感覺上大家好像未準備好些事情 晚亂球員之間難以建立默契 有時會處於迷惘的狀態 就不是經常可以打倒成功 就會心急,最終欠缺自信 影響最後一射的決心 信心表現 但阿仙奴是用短傳連結猜拆過半場 命中都高些 即使今天後防線輪換過下都做到 就是因為他們有一段時間是訓練了這隻東西 控球在腳控制節奏 也都是用同一種東西有既定的方法 久而久之 建立了默契 尤其是沒有球走的方面 就是會被曼聯那邊來得堅決 確定一條氣走下去 那些球才有得交 曼聯那些是走兩走就不走 那些球是交不到上去的 地面的組織就能夠形成了 阿仙奴這邊可以控制比賽節奏 組織細節度提高 阿仙奴球員會預計到比賽的流程 是會按照計位行事 充足的準備 那便會有自信心 便會有合理的決定 就算莫迪加特、姆耶穌都能夠入很多球 入球方法雖然跟曼聯差不多 但曼聯的正選進攻點 已經在齊 而阿仙奴的正選進攻點 是有些不在輸 都是會有贏得多過曼聯的情況 比方比較之下 曼聯就是贏得不夠說服力 阿仙奴就是贏得有說服力一些 比較有霸氣 有時我們去到做人做事 做生意都好 在財政上 人家給我們有霸氣 都要不得不承認 是人家的準備比我們多 如果我們遇上困難 其實都要及早打算及早準備 在這個時候 我早一點去介紹一個APP給大家聽 讓大家可以有個準備 就是X-Wallet 這個全香港第一個用AI審批貸款的手機程式 會全天候24小時為大家後命 可以幫大家隨時有兩手準備 用X-Wallet這個APP 5秒之後就知道審批貸款的結果 亦都爭取到新客戶的優惠 由即日起到12月31日 申請X-Wallet並成功確認貸款合約 加碼送你 NOWE 英超通行證兩張 適合看球的你們 還有還有 申請期間輸入優惠馬HW-1000 申請X-Wallet並成功確認貸款合約 立即送你1000元迎新獎賞 當然舊客戶都繼續有著數 逢星期二和星期五 再次提款 還有Happy X-Day 提款優惠 大量獎品或現金等你拿 可以去下面info box的link 那裡按進去研究一下 現階段萬聯和阿仙奴出現這麼大的分別 主要就是因為 重點了 阿仙奴曾經不理會短期的成績 而敢於進入黑暗期去訓練空頭在腳 比萬聯更左一步去堅持去做這件事 今天對石碑聯其實 都是被史密夫魯維和夏維迪斯 繼續訓練這個空頭在腳的風格 不會因為沒有奧迪加特這個核心 而要立即去玩權宜之計 但是萬聯一有什麼意欲 一有什麼雙兵潮 就說要立即轉向權宜之計 所以萬聯長期都建立不到什麼破密集的組織默契 阿仙奴就有這些默契 只不過今天輪換了沒有破密集的能力 但是也充分表現出 阿仙奴是利用到他們一如既往訓練的成果 今季阿仙奴有歐聯壓力 我們本身都還擔心他們的教練阿迪達欠缺經驗 欠缺打歐戰多線作戰的經驗 而是會繼續勝利11人不會輪換 但今天是輪換了 亦都是繼續贏 這個是阿仙奴球迷的好消息 也要歸功於兩年前阿迪達中半親離的情況下 依然繼續堅持在黑暗期當中掙扎求全 而不枉就是當年黑暗期的時候 我是依然堅持要阿迪達這樣做 支持阿迪達不要理其他的聲音 最終今時今日見到他守得暈開 見月明佔入街景 我都是感覺非常安慰 相反 萬聯不懂得去利用阿仙奴這個成功例子 作為借鏡 阿迪達也不懂得用阿仙奴黑暗期 作為歷史引證 去向董事局或者球迷推銷自己的控球座訓練黑暗期 也是相當可惜 其實萬聯的成績一直都是很差的 都沉寂了很多年 但是這段日子期間 球迷的數字有真無簡 贊助和商品的銷售還是不錯 萬聯根本比阿仙奴更加有本錢去進入黑暗期 誰知萬聯球迷或者董事局不懂得 去用阿仙奴成功例子勉勵自己和勉勵坦德加和勉勵球員 盡快入黑暗期是相當令人痛心 董事局和球迷的質素其實是間接影響著球隊的成績 只能夠說大部分人都看不到更加長遠的利益 阿仙奴當年硬著頭皮堅持不理會短期的利益 就反而快點得到成效 不會浪費了一代球員的青春 阿仙奴修成期的時候 這班球員依然年輕 奧迪加特現在仍然是24 沙卡、馬天尼利還只不過是22 他們已經在享受修成期了 也即將進入高峰期 修成期加高峰期大把世界可以玩 但是萬聯呢 稍為成績差一點就經常權宜之計 只會拖後修成期 而且即使去到修成期的時候 關鍵球員都或者是年紀大 甚至退休走 例如班奴其實已經29 現階段29 拉舒福特即將進入26 尾聲曼也即將進入25 而且不要說修不修成期 他們根本都還未入到黑暗期 如果萬聯繼續拖延他們控球 再去黑暗期的時間去練習 而現在的成績根本也不可以說好 也就是說會拉長了黑暗期的時間 到時黑暗期過了之後 有班人有部分已經超過30 或者臨近30 即使當時去到修成期了 還可以玩到幾多年 而且萬聯更加擔心的就是 就算修成期這班球員都過了高峰期 修成就不會帶到哪裏 接著開始就更新換代 很多球員又要出出入入 重新來過訓練 即是新球員又重新入黑暗期 即是黑暗期就越來越長時間 也都越來越頻密 而修成期就很短暫了 一想到有個這麼嚴重的後果 其實是否應該要放棄短時間的權宜之計利益 或者也不要再怕有雙兵潮去拒絕這個入黑暗期 如果不是的話 就不能夠得到以後修成期的利益最大化 由此可見 權宜之計雖然在某些賽事裡有短期的作用 但是權宜之計就會有長期的後遺症 例如浪費一段球員的青春 也都會令修成期不能最大化 甚至有沒有想過其實萬聯今季的雙兵潮 其實是因為上一季他一格用長期的權宜之計 摩連盧執教的風格就是長期權宜之計 其實去到第三季 球魚一定會跌窩 甚至乎有雙兵潮 摩連盧的壽命通常一支球隊當中只有三年 就是這樣 斧頭射尾 但是反過來由哥迪奧娜、阿迪達那種是先虎後填 初期黑暗期勇於進入的話 一旦入到軌道 這些教練的稅位就會很穩陣 譚勒格有沒有想過自己整整一下會好像摩連盧 甚至有人說如果都是踢這些的話 請摩連盧都比坦克勒格好 反正頭兩三季都會給坦克勒格去玩 為什麼不好好利用這兩三季去捱國黑暗期他先 所以權宜之計長遠來說 一點都不重要 甚至乎有很多的壞處 有長遠的系後遺症 甚至我們再拉遠一點 我們不講英超 我們講一下西格 我們都會得出一個異議非常類似的結論 以最近這一場西巴牙國家打比巴塞對皇馬為例 之前一至兩季巴塞教練沙維 就算對著皇馬打這些大戰 都會堅持用自己控球作的方法 都是會維持著賽事當中一直有較高的控球率這種模式 都是會用回他們一直熟悉的結構 四後衛433 但是今次沙維在主場打這個國家打比 竟然一反常態 用了一個很可能五六年都沒有再見過的五後衛結構 對上一次沒有記錯的話 很可能應該就是按力基的晚年 沙維今天選擇的是3-5-2行線 說就說好像選Zero進攻的時候會推上去裝進攻點 但是根本是沒有進攻點拉回左路 所以不是徹底變倒型去4-3-3 只不過是繼續保持著3-5-2 左右後衛一條邊線打完去面對密集 在這情況下就補充不到前中右三線 一起需要利用邊線闊度控球作的模式 因為左右後衛一條邊線自己一個打完 是保不完後防線、中場線和前線的邊線活動的 五個後衛結構面對密集、核集空間當中 他們就是沒有4-3-3有這麼多的向前傳送選擇 因為他們長期都利用不完最前的拉邊為置 令到進攻的方法變得很單調 所以才會有三中堅無法主攻的理論 而現在的強隊已經很明白這些理論 即使香港這裡很多人還是不明白 甚至全世界很多人還是不明白 但其實強隊當中已經知道有這件事 不會再用三中堅控球作的面對密集 例如熱刺由上一季干地的三中堅 搖身一變成為今年的普斯迪高奴4231 立即是脫胎援骨 打倒主攻足球的組織 再次肯定到三中堅無法主攻的理論 依然不認同這個理論的人 其實只不過是把三中堅和三後衛混淆了 就等於你把女人和太監混淆了一樣 大家都沒有棍 但其實大家是完全不同的 說回巴塞 故意放棄自己固有的風格 進攻的時候沒有了以往的神采 不能夠做到細緻度高的控球在腳 導致失誤率提升了 斷攬多了 甚至有時就是不知怎樣再做下去 就被迫盡快去完結攻勢 最終是放棄了部分控球權 維持著和黃馬打這場50-50控球率的比賽 真是想不到 巴塞都會玩權宜之計 都會有這一天 那結果有沒有效的呢 又不可以說完全無效 五後衛權宜之計 的而且確 他是某程度上短期內適合打一場的大戰 但是巴塞根本就不適合打這個權宜之計戰術 沙維突然之間是使用 其實是和塔格最近一樣 都是很怕輸 沙維更加是歉於黃馬最近的氣勢 很擔心比寧咸的超級連結人反擊推進太厲害 所以巴塞就不夠膽長期壓得太過前控球在腳 免得被比寧咸打這些反擊推進 而巴塞組段差過半場 都是有少許盡快完結攻勢的傾向 又真是被他們跌跌撞撞 靠運氣跟道簡入禁區入到球領先 無可否定的 就是權宜之計突如其來有一點點效果 甚至乎之後兩次的偶發性機會射中柱兩次 但是權宜之計的後遺症就是處於巴塞打50-50的控球率 說是企圖送回天然老鼠拉龜結構的4-3-1-2黃馬 入回主攻陷阱 用收縮的模式防守的方法去縮小分比寧咸的進攻威脅 令到巴塞都叫做拿到大部分時間的領先地位 但是最後都是要輸回 原因就很有趣了 巴塞根本在DNA裡面 是完全沒有權宜之計的概念 他們是不會做到當年斯丹叔後顯神通的神韻 巴塞DNA裡面沒有權宜之計的概念 令到他們是欠缺了收縮防守區域的防守意識和硬度 所以今天國家打比當中 尤其是踢到下半場 體力再下降一點的時候 你會發現黃馬的體能優勢開始出現 因為黃馬其實休息時間比巴塞多一天 而巴塞比以往更加多時間要防守 體力的下降就比他們以往的比賽來得快 他們會不適應 所以即使沙維已經在下半場換下進攻點 盡量避免華為迪時代的九手必失 但是巴塞收縮防守意識都是欠缺的 所以即使他們已經故意找加維去凍結比林涵 但是加維一樣會出現解維做得不好 而是被比林涵屈機軟射入網的問題 就是收縮不熟悉這件事 以及一樣會看漏這個摩特利 以及比林涵一起插入禁區的絕殺入球 就斷送了權宜之計大部分時間的領先作用 輸了一場國家的打比 如果只是專注看西甲不看英超的話 就不會用到我今天這個角度去分析西班牙國家打比 而比林涵繼續用很輕鬆的動作 都能夠入到兩球球 感覺上還好像比當年的謝拉特輕鬆 看完今天巴塞這場球之後 就會發現萬聯和巴塞是基本上各走極端的 萬聯的DNA本身就完全沒有控球阻腳的概念 他們就是需要入黑暗期訓練 但是他們就不肯入黑暗期 繼續要用自己的權宜之計DNA 通常都會有短暫的成功效果 相反巴塞一用這個權宜之計 都要立即輸球 是拿不到短暫的成功 短暫效果都沒有 兩個情況聘合在一起 你會不會這樣說 萬聯DNA裡面沒有控球在腳 所以他們要入黑暗期來訓練 但是巴塞的DNA裡面是沒有權宜之計 豈不是巴塞是需要入黑暗期去訓練權宜之計的戰術 會不會這樣說呢 正常式看球的人都會回答 沒有可能 巴塞當然是沒有需要入黑暗期去訓練權宜之計的 因為這隻長遠來說根本就沒有用 為什麼要練 為什麼還要入黑暗期去訓練 誰這麼蠢 況且其實權宜之計根本是不需要練 是即食戰術來的 球員進攻的時候用天分個人能力去解決問題 最多是練一下防守能力 但是巴塞和聯賽基本上是踢控球作的居多 防守時間很少 那你沒有理由為了全季只有一兩場的國家打比 而去入黑暗期來訓練這隻東西 是很不化算的 況且巴塞五六年都沒有打過五後衛了 甚至可能十年都沒有打過權宜之計 那今天突然之間踢一踢 你都會見到是有少少的效果 起碼有六十分鐘的效果 所以這隻東西是根本不需要練的 這樣就是能夠博到 就是有些萬聯球迷說 是要用哥本哈根 是要用石非聯的賽事 來練權宜之計來對曼城 這個說法是很荒謬 況且萬聯根本一直以來 骨子裡都有權宜之計的DNA 那又不用訓練 你本身都懂了 最終會得出來的結論都很像 權宜之計有些用的 但它沒有長遠用的價值 更加是沒有訓練它的價值 長遠來算用權宜之計會變得無聊 沒有前景 萬聯上一季已經用了權宜之計 已經是長期用了 今季還要導致有雙兵潮 還要繼續用 結論就是沒有價值 沒有前景 非常無聊 當然大家都知道 今晚的萬事打比 萬聯都必須用權宜之計 才可以避免落敗 我都會支持今晚萬聯用權宜之計 如果不然 就會像上一季這樣 第一循環給萬城大炒 但就是希望萬聯只會好像巴塞今天這樣 只會真的超級大戰的時候 例如對著壟斷英超的萬城 才會用權宜之計 而第二的時間 麻煩 真是盡快入黑暗期 如果不然 真是變得很無聊 去到今天的Patreon片尾彩蛋部分 我會再細緻一點去講 阿仙奴對石非聯的蔡侯萍 說一說今天輪換打正選的三個球員 包括尼基迪亞 史密夫露維 和夏威迪斯的表現 記得要留意Patreon那邊 Youtube 記得多點Like Subscribe 按鐘仔 還有多點Share給朋友聽 這樣才可以幫到Channel的增長 謝謝 接下來我會繼續努力做全職的足球評論 如果你想對於何榮的堅持 作出實質性的支持 就記得加入Patreon 會越來越多獨家的節目 包括獨家轉會評論 獨家蔡侯萍 獨家大戰預測 獨家英超強隊每週文字預測 加上Youtube普通影片最後的片尾彩蛋 要聽完以上的節目都只需要40港元 再加多20元 就有每個月兩次的專屬直播 拿到正選陣容再預測兩場準備開波的大戰 如果再想支持多點 就可以看額外的比賽剪接畫面再預測 精裝版微觀昇華同步 加入最高的球王級別就可以了 如果你是學生、長者或者有需要人士 就可以以75元的優惠訂閱 希望在Patreon見到大家